孤独到底有多可怕 1943年的非洲 一架名为国王9号的轰炸机 迫降在这片茫茫的沙漠中 散落的飞机零件旁 一个男人正躺在地上 从昏迷中醒来 看到报废的飞机 他亮亮呛呛地站起身 本来要去意大利执行轰炸任务 中途却被一枚高射炮射中迫降在此 这时他突然想起几个队员 他是机长小帅 除了他 还有五名队友一起迫降 他爬到飞机上钻进去 打开了这扇不透气的窗 回头不停喊着队员的名字 都没有人回应 小帅吃力地钻到后面 通信位置也是空无一人 他想起 自己可能被甩出了机舱 但诡异的是 将落伞都还在 这是一旁的耳机 传来沙沙的声音 小帅连忙接听拿出对讲机 他不停重复呼叫指挥他 除了沙沙声 再也没有别的回应 烦闷的他 本想掏出烟来缓解一下 里面却没有一根烟 小帅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他是机长必须对其他人负责 突然机舱外面有人敲响 小帅大喊着布雷克的名字 急忙钻出机舱 却发现 只是机翼的响动 小帅恼怒 直接把摇晃的机翼拆下 正想走回驾驶舱时 奇怪的事情出现了 地上居然凭空出现了他的帽子 他把帽子戴上回头 又看见了水壶 上面写着队友克莱的名字 他焦急地不停转头看向附近 这片空荡荡的沙漠 都空无一人 小帅笑着笑着崩溃了 趴在地上嘴里说着 不要开玩笑了 口渴的他 拿起水壶喝水时 他惊讶地把水都漏了出来 驾驶卫上一个男人 正朝他诡异地笑着 小帅震惊地喊着布雷克的名字 急忙朝驾驶卫跑过去 走近一看 布雷克突然消失了 小帅摸着空荡荡的座位 他回头大喊 不要再恶作剧了 身为机长的小帅 要对他们负责 他终于绷不住了 连续一个半小时 都在联系指挥他 仍然没有任何回答 小帅开始觉得 一切都是幻想 现在都是梦境的幻觉 但他明明看到布雷克 就坐在这里 他急忙跑到山头 大喊几人的名字 小帅继续穿过树丛 看到地上的墓碑 他跪在地上不敢置信 这是队友克莱的墓碑 正当他祈祷队友能安息时 他看着天空皱紧了眉头 他疑惑那是什么飞机 身为飞行员的他 从没见过这种飞机 小帅朝着喷气飞机大喊 他愤怒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害怕的他回到飞机旁 他问队友们 听说过喷气飞机吗 为什么他会知道喷气飞机 小帅焦急地让队友赶紧离开这里 快点把飞机抬起来 放下轮子就能尝试起飞 他们一定可以返航回去 但不管小帅多 用力飞机都纹丝不动 他癫狂地笑了起来 这一切根本不存在 都是他的幻觉 他可能已经死了 或是躺在军事基地的某间病房里 突然小帅看着前面惊恐地掉出下巴 他大喊几人的名字 五名队友正朝他微笑 他一跑到几人的位置 他们又瞬间消失 小帅摸着空气 祈求队友们快回来 一人的沙漠旷野 他一个人在这里体验着孤独的最高等级 小帅紧紧地抓着地上的沙子 这时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手不停地抓着床单 医生读着病人的信息 小帅41岁单身 今天早上看了报纸就休克过去 救护车赶过去 已经没了知觉 两人看着诱导因素的报纸 上面写着 沙漠中惊险二战时期的轰炸机 那架飞机正是国王9号 医生找军方核对过小帅的身份 空军B-25的机长 推断是心理障碍 他的飞机和队员飞往意大利时 小帅因并没能参与那次任务 然后他的队员就再也没能回来 所以 17年过去 小帅一直心怀愧疚 这时小帅 红梦里醒来 向医生讲述着自己回到了沙漠 找到了自己的飞机 却只找到队员的幻影 突然小帅说出让两人震惊的话 他在沙漠时 头顶居然飞过了喷气式飞机 两人听到这话 瞬间猛逼了 小帅不敢置信 在1943年 见到喷气式飞机 就像是他今天刚刚去到沙漠一样 医生安抚小帅 只是在梦中回去了 两人走出门去 至少小帅 内心能说出愧疚的事情 这时 一个护士把小帅的衣服拿过来 医生让他先放到桌子上 忽然鞋子里居然倒出了沙子 男人抓起本应该在沙漠的沙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帅真的回去过沙漠吗